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一些购物商场一改疫情常态 延长营运时间直到晚上10点 有的呢则推出了圣诞购物指南 协助访客高效购物 虽然热门购物区人流不断 但受访公众表示气氛不及往年热闹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乌节路这家大型购物商场 过去两周访客量翻倍 星期六开门营业不久 人潮就陆续涌入 就工作很忙啊 所以今天刚好有时间就出来 在购物对 我做的朋友圣诞礼物对 有很多人 但比较前几天的 它比较生气 我真的没有想到很多结合 我刚刚进去逛了一圈 发现大部分的公众 主要聚集在圣诞装饰 餐具还有儿童区 虽然人来人往 但并不拥挤 里头的工作人员数量 也似乎比平时多 协助消费者购物 减少逗留时间 五级市这家百合公司 也迎来更多消费者 业者增加两成人手 应付人潮 业者也发现越来越多人 选择通过他们的网站购物 购物人潮增加也带动了得适和撕照车需求 一天多两三个人 可能是Christmas吧 很多人出来吧 哪一个地方比较多人 乌杰路 刚刚好是school holiday了 然后会好一点 增加我看有二三十 percent 靠福德高表示上周末的德式电照数量 比前一周多了近百分之十 Grab也发现自上个月放宽防疫措施 撕照车需求稳步增长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益报道